音乐 音乐 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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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我们开始 因为我们是上个月17号才刚开始碰这个游戏吧 然后到现在差不多快一个月吧 20多天 我觉得就回到了之前打比赛的样子 节奏还有一些英雄的强度 以及地图的大小的一些区别 机制问题吧 因为它多了一些内容在里面 它天赋会对我们强度的把控 和伤害的计算有很大的干扰 被各种战士和辅助战士切的时候 就跟他们那些站位和技能伤害 都要判断得很准 不然一不小心就死了 我觉得客服不适应 也没有什么特殊途径 就比如说英雄熟续练度不高 那你只能就练呗 我们鼓励了那些软件 然后去找那些视频 教学视频慢慢看 我觉得第一个是从心态上面 去对他们做一个挑战 大家都是从最基础的东西来做起 不可能一上来 就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高 但是我们能从一局游戏中 去学到东西 去提升自己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就是 就先阶段来说的话 我们在英雄尺上面还是不够的 可能在往后走的话 大家还需要再去多去练一些新的英雄 你这个位置比较多 然后你就得多花一些时间 一盘一盘去排位练嘛 慢慢来 之前的话是不太好 因为有可能对游戏理解 以及英雄熟练度不太行 但是最近的话战绩还行 已经渡过了起步阶段 在一个发展阶段当中 约队我们不是很好约 约职约队的话比较少 因为毕竟想跟强队约就是比较困难 现在都在打高校队 现在跟高校队打的话 还是比较有效果会 我觉得队伍的目标的话 一起进步找出不足吧 输了的话就找到原因 然后赢了的话更巩固一些 我觉得这样是挺好的 在高校队伍之中打出名望 大叔要血肉 让他们都知道我们这个队伍的存在 尽早地打出KPL赛区的风采 然后再慢慢地跟他们的职业战队进行贴脱 大家也很尽力很拼买 A居本来就是个大家庭 大家很开心 然后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